这是一个薄乳纸能卷起的电池 这是一个随便摸却不会让你触电的插座 这是一个能轻松抓起玻璃的扳手 这是一个一秒钟就把危险气体拒之门外的装置 面对12位投资人超过100亿元的资本 谁能从中拿到巨额投资 发明梦工厂即将揭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发明改变命运智慧矿造财富 欢迎各位收看 这里是由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 中视体育娱乐有限公司 广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 联合为您奉献的大型电视发明真人秀 发明梦工厂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这是一个梦想的舞台 每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有四位发明人 带着他们的发明来到这个舞台上 这些发明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也许他们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每一期节目我们将会邀请到 12位实力雄厚的投资人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他们将会带来超过100亿的雄厚资本 他们将会用最苛刻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发明 并且做出他们郑重的选择 我们来欢迎本场12位投资人 为大家顺次介绍 1号同创伟业张孝 2号博创星业赵建海 3号标准国际霍永进 4号东方慧荣王孟斌 5号光荣资产徐同 6号英飞尼迪胡斌 7号中国风险投资李爱民 8号纽曼资本吴涛 9号高智发明苏清新 10号中银泰普胡雄哲 11号邦义资本奖水兵 12号中金高技术资产管理陆布京 欢迎12位投资人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 各位都是为我们的发明人助力飞翔的 我们首先要有请12位投资人亮灯 在我们的节目录制过程当中 我们还会有第二现场的主持人丁熙 和我们的投资顾问以及我们每一位发明人的亲友团 让我们来欢迎他们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发明梦工厂的第二现场 我是主持人丁熙 在我身边这一位是高智发明的中国区总裁 严胜 您好严总 你好主持人 一会儿严总将和我一起对现场的发明项目 进行全方位的解析 大家看到在我的对面呢 是我们四个位发明人的亲友团 欢迎你们 好我们第二现场的就是这样 小蕾 这是一个实现梦想的舞台 各位准备好了吗 来吧 用中国的智慧影响世界 让我们欢迎本场的第一位发明人 主持人好 现场的各位嘉宾好 我叫杜伯红 来自苏州四伯路 我带来的发明是 柔性太阳能光伏电池 国际上也有几家公司 从事我们同类型的产品 他们基本上已经该卖了 该卖掉 该处理已经处理掉 他们生产出来的这个薄膜电池 是不可折的 厚度很厚 重量也很重 那我们的差不多 比他们同类的产品 要轻到三分之一左右 比如说像这种驴油啊 登山爱好者啊 然后我们会做一些快速的一个电源方案 能够满足他们在户外的需求 推出来的产品 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接受 引导这种绿色消费者 这种理念 其实我的梦想就是 我要建议一个引导市场的一个企业 真正能够达到这个中国创造 中国制造这个概念 这个发明用了多久 这项发明我们的团队历时七年耗资八千万 七年的时间投资八千万元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发明呢 有请陆伯 这是一种可以像纸张一样弯曲的太阳能电池 它非常的轻电易于携带 发明人利用等离子体 在厚度只有几十微米的不锈钢薄片上 制备出半导体薄膜 在进行精密的工艺处理后 就变成了厚度不到一毫米的柔性太阳能电池 这张像纸一样的薄膜 自此拥有了转换光能的力量 给它配上各种接口 手机 相机 笔记本 电脑 将时刻享受到来自太阳的充沛电力 这是一个能够捕获太阳能量 并让它们随身而行的发明 谢谢陆伯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发明 它又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让我们有请这项发明 我们的发明人专门自己设计了这样的一套展示的系统 首先让我们见识一下什么是柔性太阳能板 这就是柔性太阳能光伏电池片 然后我们可以卷曲 然后也可以抗冲击 可以采压 好 大家在台上看到的这一组由灯光组成的 这是模拟了日常环境当中的阳光的环境 那经过了刚才的这一番磨难之后 这个柔性太阳能电池板依然是可以发电的 请看 那另外一边我们的体验者模拟的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环境 如果你是在野外的环境之下 拥有了这样一块柔性的太阳能电池板 它所提供的源源不断的电能 可以让我们给手机充电 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电子终端产品 像iPad 这样的一块柔性太阳能电池板 它所产生的电能 可以处进旁边的那个黑色的容器当中 这个储能罐当中拥有的电能可以达到220伏 可以让42英寸的液晶彩色电池机连续工作4个小时 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在野外的环境当中 你的汽车突然电瓶坏掉了 你就会陷入困境 而这个柔性太阳能电池板 它提供的电力 可以在5分钟的时间里边 让你的汽车电瓶重新发动起来 那另外一方面呢 今天我们的发明人还会展示一下 在特殊的恶劣环境当中 我们的柔性太阳能电池板 它的工作的情况 我们现在模拟的是被这个水淋过的情况 好 灯光亮了起来 没有问题 另外之前呢 在这个冰箱里边 已经放进去了一块柔性太阳能电池板 现在冰箱的读书 大家可以看到是零下40摄氏度 它已经在里边动了两个小时了 现在我们把它取出来看一看 好 可以看到 拿出来之后马上截了一层白霜 而且非常的坚硬 动得硬邦邦的 那么这个动得硬邦邦的 太阳能的电池板还能不能发电呢 我们来试一下 没有问题 好的 各位 这就是我们的发明人带来的 柔性太阳能电池板 谢谢 它的技术确实是比较优秀 尤其在野外 在军事 包括今后从长期的发展来看 很多的户外活动都会用到这个东西 尤其以后搞一些自然灾害 比如地震 水灾 应激情况 只要有电 我们就能和外界取得联系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发明 非常有意义 投资人对它感不感兴趣 我现在很紧张 非常希望 好 各位 投资人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位发明人带来的 柔性太阳能电池板 你来告诉我们 你自己的想象当中 它可以在什么地方用 针对我们目前的现有这个产品的话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前期的市场调研 那主要有几个用途 一个是在民政 救灾 然后还有个中国军队 还有就是户外 然后车宰 包括楼宇和家庭智能化 我们可以通过卷区可以做成那种自动伸缩的窗帘 然后通过阳光照射它可以储电 就包括做成家里面的百叶窗 对对对窗里 然后也可以提供电脑 对 公司目前的情况呢 我们目前公司的话 在苏州拥有20亩土地 14000平方米厂房 员工大概在100多人 然后今年的上半年 我们完成了整个量产线的这个投放 然后也成功的生产了大概三个多月 刚才为大家展示的这些产品 就是我们在今年上半年 然后开发的几个应用的产品 我们的12位投资人到目前为止 对你的这个发明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 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家灭灯的 所以接下来 接下来 你要告诉我们 你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你的那个梦想是什么 请你做好准备 我们接下来要有请我们的发明人 爆出它的价格 3000万出让股份16.6 哇 全亮的 当时的心情也是比较忐忑的 如果是亮的 就证明我们还有希望的 那我肯定是朝自己的目标去考虑的 就不会去考虑这种差的事情了 16.6%的股权的出让 3000万元的投资 好的 那12位投资人目前呢 我觉得大家都比较淡定啊 那么接下来呢 权力就到了你的另外一面 你们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所以各位做好准备 请出价 好 中价结束 我相信此时此刻老杜的心里特别的忐忑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爆的这个价格到底是高还是低 我们现在价格也已经出来了 3000万元的价格 我们有投资人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 目前为止12位投资人当中还没有人灭灯 7号 中国风险投资的李爱民 李总 您的出价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因为他这个产品呢 实际上在国外 据我们了解 实际上有类似的这种产品 而且实际上也有一段时间的开发了 那么市场呢 并没有看到有非常大的起色 我们感觉呢 目前这样一个产品 它的市场 短期内 实际上空间还是有限的 所以7号 李先生 您的出价目前排在倒数第二 但是我要告诉老肚子 就是他的出价特别特别的低 特别的低 是吗 你能想象他 大概你觉得他能出多少钱 倒数第二 我想不会低于1500万吗 他出的价格连你的零头都不到 是吗 根据我们的竞价规则 在这个环节当中 出价最低的投资人将会被淘汰 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 4号 东方慧荣的王孟斌 他的出资是最低的 所以很遗憾 在这个环节当中 他要被淘汰出去 4号 请灭灯 好的 所以我特别好奇的就是我们4号王总 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我们已经有目标的投资对象了 所以我们在同一个行业里 估计不会投两个 谢谢 谢谢您 好的 那本场的竞价进行到这里 场上的12位投资人当中 除了我们的4号被淘汰之外 还有11位投资人 顺利地进入到下一轮的竞价 老杜 我现在可以很认真地告诉你 刚才所有的竞价当中 绝大多数都没有达到你的要求 所以现在你可以做一个考虑 是不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价格 咱们的舞台两端设计了电话亭 它是一个密封的电话亭 你可以和你的合作伙伴进行一下交流 你要不要这个机会 要 有请 这我一点概念都没有 他这个题子是高了还是低了呢 以一个专业人的角度来讲 从价格来讲就非常难判断 因为到现在目前来讲 他只讲到他有多少土地 有多少厂房 有多少员工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实力 但是还没有来展示 他到底你要销售有多少 有多少利润 随便市场才是真正的试进石 不管你多好都要看有没有市场 所以技术好不见得产品好 产品好不见得市场好 完全对 主持人说得非常对 好 时间到 请我们的发辩人回到舞台上 你们已经有一致的意见了 是吗 对 好的 来 我们要有请发明人 第二次爆出他们的价格 有请 第二次报价 还是那个3000万16.6的部分 那是我的朋友 我当时就打电话 就是很直接的嘛 因为小李告诉我 他说有一个人 已经接近这个3000万了 对吧 对我不知道这个接近目标 是第一目标还是高一目标 他就很果断地告诉我 他说既然已经有一个人了 那我们还变什么呢 好 我们的发明人呢 已经第二次报价了 这一次的竞价 就是你们最终的竞价了 所以我们要请问一下 11位投资人 如果你们也需要 和自己的合作伙伴 进行一些交流 也可以来利用我们的电话亭 哪一位需要 好 我们请10号 中银泰普的胡雄哲总裁 进入电话亭 我觉得10号是会望上调价 因为有一个3000万在这 对 我觉得他会有希望望上调价 他这个600万差得太多了 我觉得他至少会提高一倍以上 翻一个倍 至少会翻倍 要不然他就没有竞争力了 差得太多 是人家的五分之一 而人家就是奔着这个3000万来的 而且我觉得这位投资人 很可能是提价加资源 但是我觉得这个3000万的 这个8号 它是非常笃定的 我现在就想3000万 一口吃掉你 他现在资料比较高 对 最后摆到老都面前的 还是A B两个选择 他要么一个选择就是钱 另外一个选择是 少一点的钱 再加上一个资源 对 好 时间到 请回到舞台上 有请 好 我们有请投资人进行第二轮出价 请出价 好 出价结束 我当时进电话亭 大概是我们公司的太阳能方面的一个专家 他当时给我的第一个意见就是 这家公司使用的技术 它是这个叫做非金龟太阳能模板 这个模板是一种过时的技术 另外呢 这家公司是一个初创的公司 它的技术的这个成熟度和市场成熟度 都没有清楚验证 这跟我自己之前的个人的判断也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我们就还是维持这个报价 按照我们的竞价的规则 在第二次竞价之后 如果场上有达到发明人要求的 那么他就自然胜出 那么我们的发明人就将会进入到反选的过程 由他来选择 如果他都没有达到这个价格呢 那么我们就要来问一问 我们的发明人是否要继续 你刚才讲到1500万是吗 对 好了 那接下来我告诉你 这是1500万元是个分水岭 有比它高的 11号邦逸资本的蒋博士 为什么出这个价格 我第二次出价比 第一次稍微高了一点 是因为通过刚才 后面这个继续的一个交流 我觉得这个项目的前景是还是可以的 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愿意能够出更高一点的价格 来这个入股来支持他 好的谢谢 8号纽曼资本的吴涛 您为什么出这个价格 发明人刚才介绍自己说 之前在外企工作过 然后他也想拥有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一家自己的公司 然后已经运用了一段时间 然后这个技术也知识产权完全在他们手下 他们可以自己研发二代三代四代 可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知识产权产品的发展 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看好的东西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 我要告诉你的是 我刚才讲1500万元是个分水岭 所以我采访的这两位 他们的价格都超过了1500万元 他们两个人的出资不一样 你认为谁会更高一些 我认为8号 我也是做销售出身的 然后我通过他的语气 然后通过表情 我判断应该是 这个我在台上的细节 包括我说的话 他能够记得很清楚 那他一定是用心的在听的吗 我从这个直观上感觉 他肯定是他 好的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面 就要告诉大家 本场的我们的第一位发明人 他带来的这个柔性太阳能板 3000万 16.6%的股权的转让 在我们的最终竞价当中 8号 纽曼资本中国基金管理公司的 吴涛他带来的价格 刚刚达到了发明人的要求 有请吴涛 他们以3000万元达成了合作 发明人和投资人 在发明梦工厂现场牵手成功 而后续的交易将会在 广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的平台上进行 他们的合作是完全符合双方的自愿 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再次祝贺他们 我喜欢这个项目 是因为这是跟人有关的 穿戴设备也很多人在关注 那我们怎么样 穿什么样的衣服 什么样的衣服是对健康的 然后穿戴设备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电池 那么怎么样让自己的 这个包暖的衣服有电池 持续可供的电池 那么就需要这样的能源 那么就台湾的还有新能源就开始出来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然后很多的这个风险投资和投资商 都在关注类似这样的新科技 新材料的这种技术 好的 感谢各位辛勤的工作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助力他们的梦想 为梦想插上翅膀 用我们的中国智慧来改变这个世界 让我们有请第二位发明人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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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请 我叫蒋海波 来自深圳 我带来的发明项目是 智能 安全 节能插座 2009年的某一天网上 问一个朋友的 他可能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 就是他的小朋友 就被订 订 订 死 我们当时感到都很欺惊 插座啊 对不对 还能订 死人 对不对 除了这个事故以后呢 我就拿大道理一直在思考 怎么做一款 能给小孩子把玩都不会出事的 这样的插座 这样的产品出来 也走过很多弯路 不闯南墙不回头 我是闯到南墙不回头 我的梦想呢 就是希望我们这个新产品 代替我们现在的不安全产品 插座每个家庭都有 但是它的插座有定义 智能 安全 节能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发明 有请录播 据统计 我国儿童触电死亡人数 占儿童意外死亡人数的十分之一 插座在电机事故当中 常常是罪魁祸首 智能安全插座 可以让家长们彻底放心 它给插座 安上了一个红外线感应器 能够看清插座附近 有没有人在活动 如果发现有人 就会提醒插座先别通电 它还给插座 安上了一个智能芯片 等您把插头插稳之后 再供电 避免电火花所引发的爆炸 最为贴心的是 当您使用遥控器 关闭电器之后 它还会自动替您切断电源 避免电线老化 所造成的火灾 这是一个能够保护用电者 和儿童安全的发明 谢谢陆伯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的发明人带来的这项 发明 这个就是我们的发明人带来的智能安全插座 表面上看起来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这样的插座没有什么区别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它 所以我们的发明人 专门制作了一个透明的版本 那么为什么它在前边加了三个定语 智能 安全 节能呢 我们要一起来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给插座通上电 通常来讲 插座只要通上电 灯泡立刻就亮了 形成了一个回路 大家都有这个知识 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灯泡没有亮呢 是插座坏了吗 插销连通电路开始 好 各位刚才不知道有没有计算这个时间 从插上插销到我们的灯泡亮起来 这中间大概有八到九秒钟的时间 为什么会是这样 这是第一个问号 好 第二个问号是为什么它安全 我想大家对我这样的生活经验 如果在家里边你的插头变成了这个样子 再把它插进这个孔里 这是非常危险的 一定会触电 225的电压就足够致一个成年人死亡了 所以接下来 你来插还是我来插 你买保险了吗 买了 我也买了 我让大家看着 小心 没有问题 我们再来做一个更极端的实验 这个金属的镊子 如果把它插进孔里 是可以是 要不我来吧 反正我知道人是可以导电的 对对对 如果我要触电了 你摸着我你也会 是 来你摸着我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有人怀疑 会不会是这些地方没有通上电的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灯泡来测试一下吧 来 是啊 现在是有电的嘛 对吧 所以各位看清楚 它的智能安全插头 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它可以延时 而且智能安全插头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在你离开家之后 在一段时间之后 它就会把整个电路全部切断 安全 节能 是的 这就是我们的智能安全插头 谢谢 欢迎人员有一些紧张在现场 也没有能够很好的表达 其实这里我也有一些疑问 对 从外观上看 它们跟普通的插头 没有太大的区域 当然 刚才我们说到了 它里边有一些 它的这个与众不同之处 对 那么这样的产品在市场上 在国内外市场上 真的没有同类产品吗 有类似的 但是原理都是不一样的 有一些通过机械的 做一些小技巧 但对它来讲 它真的加了一个芯片在里面 像这样的插座 是非常少的 目前我们看到 厂商2号和9号 已经灭灯了 2号为什么 这个产品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是安全 那么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 安全恰恰是 这个产品带来的隐患之一 如果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 我首先会反映 我的孩子 如果说他拿一个螺丝刀 插到那个插座里面 他会不会只停留8秒 他如果超过8秒了 怎么办 超过8秒钟之后 只要小朋友在他附近活动 超过8秒之后 还在附近活动 就是30公分 范围的附近活动 他是永远不公定的 他如果离开了 他如果离开了 他两个同时 离开公定了 还是成为短路了 前面也会跳杂了 好 非常感谢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方明人 你要面对剩下的10位投资者 爆出你心中的出价 有请 我出现公司 30%的股权 会不会投资人 2000万的资金支付 2530%的股权 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水平 是怎么样的呢 等于相当于 他把他的公司 或者把他的发明 估值估成了 接近6000多万 那我认为他的价格 非常贵 非常高 就您觉得他爆高了 我觉得他高得 很离谱是吗 蛮多 你要卖很多很多的差错 关键看他 现在有没有开始卖 市场什么反应 我第一个问题 如果我投资人 我就会问他 你去年销售多少 除了他的市场 到底好不好以外 这个东西 我认为是 比较容易仿造的 但当他的产品 真的市场打开以后 可能就不是唯一 而不是唯一百 甚至不是唯一千 不是唯一万 只有很多人 可以做同样的产品 他的利润就会下得很低 作为投资人 是一个最大的风险 2000万 对 30%的股权 是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有请 我们厂上的 十位投资人 对我们发明人 带来的这个发明 表达你们的态度 来各位 做好准备 请出价 好 出价结束 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个 第一个环节的竞价当中 我们厂上的 十位投资人 他们出价的情况 现在我要告诉你 厂上的十位投资人 所有人的出价 都低于我们的 发明人的报价 最接近的 最接近的 只有一个人 12号 我们中金高技术 资产管理线公司的 陆总台 陆布青 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价格 我们想投入一部分 不是以转让股权的方式 而是以增资扩股的方式 来跟他合作 好的 非常感谢 4号 东方惠荣的 王孟斌 总经理 王总 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价格 你的价格 根据是什么 我们去过这个企业 看过 它已经形成了 一定的规模 它有自己的土地 自己的厂房 而且有员工的宿舍 也就是说基础设施 相当有规模 已经相当有规模了 而另外 我恰巧也是 今天的女性 我有孩子 所以我每天 提心吊胆的 就是我的孩子 会不会出电 大家家里的空调 到了冬天的时候 你可能不会把 那个插座拔下来 它实际上是在耗电的 没错 我实验过 那个表仍然是在走 所以我把这个插座 墙上的那个 我都给它换了 我们又做了个实验 表就不走了 所以我就认为 它是 它的确是在节能 安全上 做得比较到位 好 非常感谢 根据我们准价的规则 在这个环节之后 出资最低的投资人 将会被淘汰 所以在这个环节 7号 中国风险投资 公司和我们的12号 两位 你们的出价 是排名最后的 所以两位要被淘汰 12号 请灭灯 7号 请灭灯 我们马上要进入到 接下来这个环节的 出价和竞价的过程当中 目前厂上还留灯的是 1号 3号 4号 5号 6号 8号 10号 和11号 是 而且刚才我也给了你提示 你的2000万元 留灯的各位 没有一个达到的 所以接下来 你要思考一下 是不是要调整 你的策略和出价 你有一分半的时间 可以进入到电话亭当中 和你认为 最重要的那个投资伙伴 或者你的发明伙伴 一起来交流 你需要这个机会吗 需要 来 一分半的时间 计时开始 他现在这个电话 打得很重要 是的 如果按照您的方式 就是我们把这个价格 再降低 再降低 把股份也降低 把股份也同样降低 您觉得他的把握性有多大 我觉得他的把握就 大得很多 如果他可以把股份 降成10% 把价格变成400万 我觉得他今天的成功率 就非常大 真的 用比较少的钱 出让比较少的股份 同时拿到一些资源 对他更加有利 好 时间到 让我们有请发明人 回到舞台上 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 我们的发明人 进行第二次的出降 还是我当初的一个想法 出让 百分之三十的股权 能获得两千万的资金 我这么精彻的 一个是说我们情绪拓展 需要大笔的资金 再一个 我们对我们的产品 也非常看好 好的 30%的股权 两千万的资金 我们场上现在剩下 还留着灯的各位 各位投资人 对于这样的一个 坚定的发明人 你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 有没有需要和自己的 合作伙伴来进行交流的 也可以有一分半的 电话亭的时间 各位 谁要这个机会 好 四号 有请我们东方惠荣的 王总 他要去打电话 他甚至可能想跟团队来商量 要不要把价格提高 因为他认为 真出一千五百万 对方可能不太接受 这个价钱 因为他细去看过这个厂 他看这个厂 他觉得他的基础建设 从厂房 实实在在的一个实体 到团队 对 但从任何一个企业来讲 现在真的是不把厂业链 从研发到销售 全是一个团队来做 实际上有待商榷的 我觉得他会降价的 有风险 您怎么看 您是觉得他会调高吗 我觉得他会 他会调高 我觉得会调高个一二百万 甚至接近两千 真的 对 好 时间到 有请投资人回到舞台上 好的 各位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 场上的八位投资人 进行第二次的出价 各位请做好准备 请出价 好 时间到 出价结束 场上的情况发生了 比较大的变化 目前我们的四号投资人 王孟斌 他的出资额度是最高的 严老师 这个我看不懂了 他上了这么半天 有这么大的风险 存在着这么大的差异性 他为什么价格没调啊 对他来讲 可能更加说明这个投资人 他认为他是有资源 可以协助这些企业 走上更正确 更效率高的一条路 其实我当时是有一个犹豫 因为毕竟是 蒋总出价是2000万 那么我们这边的报价是1500万 那么在我们团队 在对这个项目的报价期间 是1500万到2000万之间 其实如果我把这个价格 涨到2000万 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后来就坚持了一下 没有变 因为我感觉他应该能够接受 还在第二位的是11号 邦易资本的蒋总 排在第三位的是8号 我们纽曼资本的吴总 吴涛 第一名和最后一名之间的差距 是1000万元 但是我要告诉发明人的是 根据我们的竞价规则 所有的投资人的出资 都没有达到你的要求 所以接下来这个时间和选择 非常的重要 发明人你要认真的思考 放弃 还是继续 继续吧 你是否想知道目前的出价情况 非常想 好 根据我们的竞赛规则 我们可以告诉你 11号 邦易资本的出资是 1200万元 谢谢 8号 纽曼资本的出资是 1000万元 5号 光荣资产是 900万元 谢谢 900万元是一个分水岭 接下来1号 3号 10号和 6号 他们的出资都低于900万元 所以出资额度最高的不言而喻 来自于北京东方惠荣投资发展一些公司的王孟斌 董事总经理 他的出资额度是1500万元 谢谢 然后你可以向他们问一个问题 要问谁 问一下4号吧 除了资金方面 你还跟我资云上面有没有什么资源 4号 东方惠荣的王孟斌 坦白地讲 在这个领域里 我们可能在渠道上帮助你的并不多 因为在这个领域 我们是我们的一个弱项 我们投资人的来源 普遍集中在能源方面 所以在市场的拓展上 我们除了钱之外 其他的拓展帮不了你 谢谢 除了钱 什么都不能给你 除了钱 你还想要什么呢 倒也不是 好的 还需要问谁 不需要 所以你通过他提问 你就看得出来 除了钱 他缺的还是钱 所以接下来 如果你不再发问 就进入到你的选择当中 你会选择谁 来达成你们之间合作的协议 如果按照您刚才说的 他对资金的需求这么迫切的话 我想他是不是应该会选择 这个出资最高的一千五百万的 他一定是出资最高人 拿最多的 对 我们说八百钱 大的拿吗 就拿这个大的份额的走 是的 因为目前来讲 对于发明人来讲 我觉得资金是最重要的 你看亲友团说要选四号 是钱最多的 钱最多的吗 我是很理解的 好的 请告诉我们 你最终的选择是 四号 祝贺北京东方汇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和我们的发明人达成合作的意向 祝贺他们 发明人和投资人在发明工厂现场 签手成功后续的交易 将在广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的平台来进行 他们的意愿表达了双方真实的意图 是合法有效的 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其实他这项发明专利 已经在日本 美国 英国 欧洲 很多国家都获得了发明专利 所以我们是看向了他的这种 真正的拥有自主产权 发明专利的这个优势 这是一个能轻松抓起玻璃的扳手 一千万 这个估值其实并不高 太低了 为什么 这是一个一秒钟就把危险气体 拒之门外的装置 三千万 面对十二位投资人 超过一百亿元的资本 谁能从中拿到巨额投资 发明梦工厂正在播出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将会为大家请出的是 下一位发明人 接下来这位发明人 他和他的发明项目 我个人觉得非常了不起 让我们欢迎第三位发明人 我叫刘峰一 来自广东 深圳 我原来也在是一个大的企业 做高管 2006年是恶然的机会 我的孪生兄弟 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烈血现象 为这种想法 我毫不犹豫地把工作吃了 把房子卖了 一门行事来做这个 别人都不理解 因为这个东西发疯一样来做 这等吗 10年他胃癌去世了 在他病危的期间 我们讨论的还是研究的这个领域 所以我一直把我现在这个视野 不是看成我个人的视野 那是我们兄弟俩的视野 讨论好 各位 投资人好 我叫刘峰一 今年56岁 来自深圳市 我的发明是 仿生工具手 仿生工具手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发明 它真的能替代我们的手吗 有请路博 搬手是人类最常使用的工具之一 在加紧物件上 有着无可匹敌的效能 但是300年来 传统搬手的加口设计 没有任何的变化 非常的原始 在面对一些严重磨损 和锈石的罗姆时 表现的并不够理想 我们的发明人 仅仅在普通的搬手上 增加了一个气形模块 便赋予了他难以置信的力量 无需任何外力 便能自行产生一个巨大的抓紧力 倘若帮口本身不被断裂 其抓紧力可以达到无限 它神奇的力量究竟来自于何处呢 仿生工具手 给我一个支点 我可以抓牢整个地球 这是一个可以掀起一场 工具革命的发明 这一路我 工具革命不可思议 我们的路我把一美之词 全部都送给了 我们的发明人带来的 仿生工具手 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发明 各位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让我们来看一看 仿生工具手 各位 呈现在舞台上边的这些大型的装置 这是我们的发明人带来的 他可以用最直接的方法告诉大家 仿生工具手 它的玄妙之处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在红色装置的两边 有两位工人师傅 在他们前边的这个架子上面呢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 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当中 如果用传统的工具来拧螺丝的话 传统的工具扳手管前 是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操作的 那么仿生工具手 在狭小的空间当中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各位请看 毫无阻碍 毫无困难 好 第二组我们模拟的情况呢 是一个 日常生活当中 螺丝拧滑了 光滑的表面 完全没有办法固定 完全没有着力点 我们的仿生工具手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依然可以操作 下一组 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更加可以常见 就是时间太久的螺丝 被完全锈死 我们来看看仿生工具手 能不能面对这样的难题 虽然很吃力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两下 第三下之后 这个螺丝就拧脱了 第四个呢 是如果你要面对的是一根水管 传统意义上来讲 这几乎是天方夜谈 好 我们来看看仿生工具手 非常轻松 仿生工具手除了能够提供 这种非常便利的帮助之外 它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可以提供 持久的无限大的抓力 我们看到在这个高架上面呢 我们的仿生工具手 已经夹起了一块玻璃 玻璃的重量是多少 15公斤 玻璃的重量是15公斤 那我们的工人师傅呢 要在这个玻璃的下面 再加上一个仿生工具手的挂钩 然后在上面要挂上配重 我们一起来看看 见证奇迹的时刻 15公斤的玻璃 和38公斤的铁架 再高一点 接下来呢 我们要继续加配重 两根蓝色的钢构件 每一根是8公斤 下边的仿生工具手 承担的是56公斤 还需要加吗 再加 再加 下边的是75公斤 不会掉下来吧 应该不会掉 还要加吗 因为还有一块 再加吧 再加一块 229公斤 所有的着力点 都在1.5厘米的范围之内 非常非常了不起 这就是我们的仿生工具手 谢谢各位 如果我们现在 把我们家里的工具箱 的搬手都扔了 换上他这个搬手 是不是他就成功了 在西方市场 我觉得这个东西蛮大的 为什么呢 这怎么说 因为在西方市场 大家都自己在做东西 几乎没有一家 是没有一个工具箱的 但是在国内来讲 这种东西 我作为投资人 说实话 我是会比较紧张的 为什么呢 并不是安全 最关键 太容易模仿了 作为运用来讲 我觉得是有市场的 作为投资人来讲 是有风险的 投资人的风险 主要是 最大的风险 最初卖的时候 一阵子可能利润率 可以比较高 甚至20% 甚至30% 甚至30%多 会这么高 但是由于 它的利润率比较高 那么看它的人特别多 就会很多人进来 做同样的产品 11号 7号 两位已经灭灯了 11号 邦逸资本呢 蒋博士 为什么 我觉得他这个发明 能够提高 这个劳动的效率 但是 光靠单一的工具 难以支撑一个公司做大 所以我认为 这个反身工具手 是一个好的工具 但不是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所以我 别动了 放弃了 所以一个idea 和一个产业之间 是有距离的 甚至很大的距离 首先我们来听一听 我们的发明人 对自己的这个发明 他有什么样的态度 出架 做好准备 请出架 我准备出浪公司 二十个点 报价一千万 一千万的价格 二十个点 就五百万 相当他的公司 是值五千万 那他这样的出架的话 我觉得价钱是 是比较高了 比较高 甚至非常高 您的预判呢 我觉得第一个出架 就会至少 百分之五十一点 一下 一千万元 百分之二十的股权 在转上 二十个点 好的 我们目前场上 还有九位投资人 表示出了兴趣 接下来各位请做好准备 各位投资人 请出架 有可能我报了一千万 有可能大到两千万 我真的有这种梦想 我想我这么好的东西 他们应该看到 看到对吧 时间到 出架结束 谢谢各位投资人 一个发明人 带着兄弟两个人的梦想来 他的希望是 能够把他的事业 做得更大 能够让更多的人受益 我要现在告诉你的事 所有报价人的报价 都已经出来了 和你的报价之间 距离有些大 五号 徐彤 太低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边 接触过很多 先进制造的企业 最近也会投一个 在国内还比较有品牌的 一个大的 一个机床的 一个企业 其实有过一些研究 对于工具来讲 我们不敢说 将来给他提供 更多的支持 基于这个 一个方面 我给出了一个 我认为是 无论是我个人 还是说是 我们机构 觉得是能承担的 一个损失的 一个金额 六号 应非离敌 胡总 为什么给出 您的价格 因为我想的 20% 才1000万的这个 这个估值 其实并不高 是的 如果我把它拿下来 其实我可以把它包装 我可以卖一个 更好的价格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可以帮他 开装美国市场 每个人买这么 班首 这个市场 非常大 你这么看好他 你跟人家的价格之间 也有差距 这没关系 还可以 最近一次价格 好的 那根据我们的 竞价的规则 在这个环节当中 出资额最低的 将会被淘汰掉 三号 五号 两位的出资额最低 所以要被淘汰掉 五号 请灭灯 三号 标准国际 请灭灯 那接下来的投资人 就可以进入到 下一轮的竞价了 那我要告诉我们 这位老大哥 刚才所有人的投资 都比你的出资要低 所以你可以认真地 思考一下 你可以有一分半的时间 先去电话亭里说 考虑一下好吗 一分半的时间 他是不是在这个环节 就要调整自己的价格了 您说呢 我非常希望 他能有一个 一分钟的时间 去讲一讲 他其他的领域的运用 运用 因为现在所有的投资人 都在想到是 搬手的问题 工具的问题 都局限于一个 搬手的概念 对和工具的问题 我希望他的运用 大大高于这个 大大宽于这个 这样给大家眼前一亮 那您把我们想一想 就这个现在 目前这样的一个 搬手而言 您觉得还可以 在哪些领域应用呢 可以大实权掉 是通过机械原理 在一个制动方面的 一个东西 但是到底什么东西 我真的特别想听他讲 好 时间到 我们请发明人回到舞台 交流之后 接下来我们的发明人 将会有第二次的 出价的机会 那么这次他的出价 会不会有变化呢 请出价 还是这个刚才 上一轮我报的 出价20% 1000万 我想呢 我这个价钱 我已经是 报的低了 我就为这个 跟我太太 他们都是 好几个都有争扎 他们都希望 还能报高一点 我后来的想法呢 因为我不办工厂 我是寻求代工 我说我们这个 差不多的 这个资金都可以 主要我们寻求的 这一家 跟我们说的 他的资源 出价20% 1000万元 那接下来呢 这个时间就留给我们厂上的各位投资人 我们留在厂上的 还有1号 4号 6号 8 9 10 和12号 一共是7位投资人 你们在第二轮 会不会投资方面 有自己新的考虑 来 各位有没有需要跟自己的 合作伙伴或者朋友来进行交流的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 投资人的第二次出价了 各位请做好准备 请出价 好的时间到 出价结束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 各位投资人 在第二环节竞价的 最终报价的情况 我们的发明人的报价 是20%的股权转让 和1000万元的投资 刚才所有人的投资 都比你的出资要低 有非常接近的 有非常接近的 所以接下来你的选择是 继续还是放弃 继续吧 继续 好的 继续继续 太棒了 在刚才这个环节当中 出价最低的 我要告诉你 300万元 4号 和10号 300万元 350万元 12号 我们的12号是 中金高技术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陆总裁 360万元是9号 接下来是 你的分水岭 500万元 8号的出资 是500万元 有万资本的五套 接下来是1号 同创伟业 张孝 他他的团队 带来的是600万元 所以排名在第一的是 6号 英飞尼尼尼的胡宾 766万元 200多万元 选书 对不对 跟我1000万 也就是这样的 本来我是想往上翻的 所以有点心里落差 可以问向任何一个 留着灯的投资人 我想问这个投资人 除了这个钱 你还能给我什么 好的 问向几号 6号 6号 我们有请6号 英飞尼尼的胡宾 来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出这个766呢 一个是这个数字 666 大讯 我觉得挺喜欢的 因为你还是一个 非常执着的一个发明人 那么对办企业 我估计上 经验上还是缺一点 而且你更缺的是 你下一步的这个 技术的这个 应用方面 然后你在销售渠道方面 在品牌的建设上 你可能要 你的团队 可能要补充新的人 或者说你要利用一些 外部的资源 所以在这方面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 整合我们的一些 帮助你去做这个事 好的 非常感谢 英飞尼迪的胡总 在最近这过去的 一百多年里面 我们失去了很多 发明的机会 但是也许 今天出现在舞台上的 刘先生和他的发明 会以后让所有的人记得 智能工具手 这个新型的物理学原理 带来的革命性的变化 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 这也许就是他的梦想 所以接下来 你要做出选择 最后我们要问上 我们的发明人刘先生 您最终的决定是什么 我最终的决定是 于六号达成协议 好的 祝贺英飞尼迪 尤其我们英飞尼迪的 胡斌到台上 祝贺两位达成协议 发明人和投资人 在发明梦工厂现场 牵手成功 祝贺他们 后续的交易将在 广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的 平台上来进行 希望从这一刻开始 我们的小小班手 可以走向世界 再次祝贺两位 谢谢 这企业它本身抱着一千万 其实真的是不贵 只不过它没有更好地去 把它企业的这个价值 去产生很清楚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 一个工具上的 一个小的一个革命 到目前为止 我们厂上出现的 三位发明人和他们的发明 都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他们全部都牵手成功 所以本厂的第四位发明人 马上要登场了 我们也希望他可以 在最后的时刻 抓住机会 牵手成功 让我们欢迎 第四位发明人 大家好 我叫大家介绍自己和您的发明 我叫曾祥伟 我的发明项目 叫做管道爆破 保护装置 小区的水管的暴力的话 可能要让整个村庄被淹没 矿区的一些管道的爆破 使用我们周围人群的生命数的危险 另外对管景造成污染和破坏 我研究了一辈子 靠系统自身的能量 或者是大自然的能量 来去驱动它 去调节它 这样子来得更安全 更可靠 我希望有一个投资者 他要热爱这个技术 咱们是一个知音 知己 咱们一起把这个技术推广 用到全中国 用到全世界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发明 它真的会是一个小小发明 改变世界吗 让我们有请陆伯 管道爆破是一种可怕的事故 有害的化学物质 会随着管道爆破被泄露到外界 给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危害 由于管道经常被布朔在墙里 地下等不容易接触到的位置 人们很难在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 排除险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一种管道防爆破装置横空出事 这种装置无需操作 它可以第一时间 将故障部分的管道彻底封锁 从事故发生到风堵泄漏的管道 只需要一秒钟的时间 减少了有害物质 造成更大灾难的可能性 做到了防患于未然 这是一个能够化解危难 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发明 小蕾 谢谢路宝 一秒钟的时间 就可以解决一个非常可怕的 管道爆破的现象 这是一项什么样奇妙的发明 真的有这么好的效果吗 我们的发明人带来了 他们的展示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项发明 我们首先看到在这个舞台上面的一共三组管道 我们首先展示的是舞台后方的这组管道 我们要在这个管道当中充满一种气体 充满这个气体之后 通常情况之下 我们的管道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有一个地方突然间破了 危险气体涌出来就会发生爆炸 这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来 请看 如果这个管道里面是石油液化器 天然气或者其他危险的气体 在墙里或者在地下管道当中 就会发生严重的爆炸 而这个时候呢 我们往往又是无能为力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 就是另外的一个对比的试验 我们的发明人专门设计的这样的一条管道当中 我们要特别告诉大家 这个位置就是它的发明 这个小小的发明可以起到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接下来各位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在那个气体泄露的一瞬间 这个管道上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来 请看 好 危险气体已经充满了整个的管道 这如果是我们家里的煤气管道 或者天然气管道 现在就正在正常的输送这些危险气体 可是突然间有一个地方发生了泄漏 没有借助任何的外力 没有借助任何的外力 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管道泄漏的这个位置的上游 就已经完全被封堵住了 而且它最神奇的地方是在于 如果我们的工人发现了这个泄漏的地方 进行补救 当管道里的气体又达到同样的压力的时候 这个位置不需要借助任何的外力 被自动打开 这就是我们带来的发明 管道爆破保护装置 好 我们谢谢我们的体验团队 谢谢各位 它这一项技术的话 是不是也是获得了国外的专利呢 它这一项技术里面有很多专利 因为刚才说了 每一项专利都是对你的技术 保护的更加坚持一点 比如做笔 你说可能这是一个专利 钻是一个专利 笔头我是一个专利 笔心是一个专利 就这个行为就是一个专利 钻就是一个专利 那拔出来换笔 其实可能又是一个专利 所以它专利又很多越好 所以一个项目专利越多 它的保护的就越全面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国内 经常听到一个词 叫产业化这个词 可能也有一些舞蹈 就是实际上一个专利也好 五个专利也好 一千个专利也好 是变不成一件产品的 那怎么样才能变成一个产品的 很多很多技术 很多很多专利 刚刚我说的一个开放式的 横向合作式的 这样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 把一个产品做出来 非常棒 非常棒 谢谢 我也挺高兴 您本身是学什么呢 我就是学流体控制 流体控制 您今年贵庚 贵庚70 70 谢谢 谢谢 从事了一辈子 一辈子 今天还是一样的 半夜还要起来 有一个火花 马上就要去碰撞 要去产生一个新的东西 所以你就完全陷入到发明当中 肯定 它是我的生命 是我的灵魂 特别执着的 肯定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都不能打动我 就把它干到牺牲吧 您讲得特别的好 如果我们把时间倒推回去 从最早产生这个发明的念头 到今天把它做出来 这个跨度有多大 这个跨度将近50年 将近50年 不仅仅是它 是一个系列的基础的原创的发明 我可以告诉你 我有的美国专利 德国专利 欧洲专利 英国专利 非常的多 而且在2014年 就是今年 我都有三个专利 英国专利 欧洲专利 美国专利 中国的发明专利 从2013到2014有五个 好 你们可以去看 好 一个老人家 70岁高龄 还不断地在有新的发明 而且刚才各位所看到的这个发明 我个人认为 非常非常了不起 这是我们的主题 中国人的智慧 可以影响这个世界 所以请您做好准备 来告诉我们 您心目当中的出价是多少 请出价 三千万 股权是20% 我觉得这个出价并不高 您觉得呢 真不高 是吧 因为它的 但是它也有它的风险 因为它这个领域太重要了 所以现在并不是底下没有一些安全措施 比如油啊气啊 虽然你听到黄岛啊 高雄这种爆炸啊 气体爆炸 但是如果换了它的一些系统 出现问题 出现问题 不光是一个经济风险了 有政治风险 有很多很多的风险 百分之二十三千万 非常清晰 我想各位也已经听清楚了 好 六号 英菲尼迪的胡宾 胡总为什么会灭灯 他有美国专利啊 对 我很佩服这个老先生 也很钦佩 但是呢 因为看到他那么吃着 做发明 而我们是做企业 我们要赚钱的 所以我担心 我投完以后 可能这个项目不一定能赚到钱 另外一个 我觉得如果你把这发明专利啊 干脆卖出来 我直接把它买了 我觉得可能更好 那不反对 所以我不想要他股权 好的 那是我们下一个环节交流的话题 其他的各位 现在场上还有十一位 请各位做好准备 来 我们的十一位投资人 请出架 好 时间到 出架结束 根据我们的竞价的规则 在第一环节当中 那目前排在最后的 出架最低的是我们的 四号 东方慧荣的王孟斌 所以呢 我们要淘汰掉四号 四号请灭灯 但我们同样还是非常感谢孟斌 这个对您表示了认可和尊重 是是 精神文明奖 是是 好的 徐童 你也是精神文明奖吗 其实我们这边还是挺看好 这个应用的 今天几类这个 就是几类不同的项目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定义需求 是最准的 而且包括刚才那个演示 它其实有很明确的应用场景 包括战略 我觉得如果我不是最低的话 至少还有第二轮的机会 其实是观望和试探 好的 我要告诉你 在这个环节当中 领跑的两位 和你的心理价位之间 也是有差距的 但是他们在这个环节当中 领跑 三号和九号 所以首先我们要来问一下 标准国际的霍总裁 霍宇静 您的这个出价当中 最重要考虑到的是什么 我有两点 就是赞同和支持 曾老先生的想法 也有一点存疑的地方 我先说两点支持他的地方 第一点呢 就是作为一个人 从他学业结束开始 他就从事这项工作 一直没有放弃 这种研究的精神 发明的精神 是我们中国 从制造大国 向发明大国 一个非常转折重要的 精神之主 好的 第二点 就是这个企业 本身有20多项的发明 对 同时每年 它的销售 可能有几百套 因为这个装置 它是非常复杂的 而且呢 它的价格相对不是便宜 前面的销售 会对后面形成 非常大的支持 这两点呢 是我看好这个企业 你的担忧是什么 我还有一个担忧 对 就是老先生 你这么多的发明 不断地去做 如果说它是一个产业链上的 我是非常赞同的 我担忧就是 你是不是会分散精力 这个产品也注重 那个产品也注重 我建议是一个拳头产品 先打市场 市场打好了 品牌有了 战友率有了 我们在其他的延伸去发展 好的 非常感谢 接下来我要告诉您的 就是在刚才这个环节当中 各位都已经有了自己心目当中的报价 3号和9号是在这个环节当中领跑的 但是他们两位出的价格是一样的 但是跟您心目当中的那个价位还是有一些差距 还是有一些差距 所以你要思考一下 要不要做一些及时的调整 比如说股权 比如说价格 所以你可以有一分半的时间 跟您的团队来进行交流 行 好 一分半的时间 请您进入电话亭 有请 高里条没有意义 我觉得降价可能也不大 只是他现在跟他的团队来商量 到底我们要不要继续做这个产业 那么是继续生产还是整个 我们只卖这个专利 对 就把专利让出去 那您的判断呢 您觉得是我只卖专利还是 我觉得他不会卖专利的 因为专利 这些技术和专利 是他一辈子研制出来的东西 他可能不愿意被人放出来 这是他的孩子们的 对 对 他是不会卖自己的孩子的 是的 他想拿到一些钱 更多的去打开市场 好 时间到 我们有请发明人回到舞台 好了 最后您给出我们 您的第二次的最终的出价 来 请出价 2800万 股权还是20% 20% 2800万 这是比刚才的出价低了200万 这200万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出于一种感觉吧 接下来还有我们的出资方 我们的各位投资人的代表 有没有要跟自己的伙伴交流的 要使用我们的电话亭专利 来 有请三号 请进入电话亭 三号进入电话亭了 他刚才出的是1500万 您觉得他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有所调整的 我刚才听这个投资人 这位投资人讲的时候 我觉得他对这个曾老先生的理解 总的来说是比较正确的 因此我觉得他对曾老先生有一些信心 所以我认为他这个现在这个行为 可能会加价 加多少 我觉得甚至会加300到500万 加这么多 加到2000万 对 去打得拉平 尽量持平 好 时间到 我们有请投资人回到舞台 刚才在第一个环节的投资的竞价过程当中 它是领跑的 所以刚才进行过交流之后 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那接下来我们在场上依然留灯的 依然亮灯的是1号 3号 5号 7 8 9 10 11 12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场上还有9位投资人 对这个项目都表示了非常大的诚意 那最后的出价是怎么样的 我们要进入到第二轮的最终的出价和竞价的环节 来 各位投资人做好准备 请出价 好的 时间到 出价结束 现在我们经过第二轮的出价之后 我们各位投资人最终的价格已经显示在屏幕上了 您现在看这个3号不但没有加价 反而减价了 减了500万的 结了500万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我预计完全错误 一定是他对曾老先生做的一些做法 他可能是有一些 质疑的 对 投资人他们现在给出的价格 12号和8号 两位之间的差距是1000万元 所以我们特别想知道 8号 牛曼资本的吴涛 您这个价格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您所毕生心血研究的这个精神还是很钦佩的 但是在商研商 一个技术到一个生意 然后再到市场 再到最终的这个用户 还有很漫长的路由走 那么作为一个生意的角度看 这个事情 我们还需要很多时间 然后对技术 我们还可以有很多探讨 我们把这些专利技术去更好推向市场 还可以做 其他的还需要时间 是的 好 谢谢 谢谢8号 在这一轮的投资当中 所有的投资人在这个环节当中的出价 都没有能够满足您的要求 所以您首先要做一个判断 继续还是放弃 继续 继续 好的 报出前三名的价格是12号1500万元 1号1080万元 3号1000万元 我们要继续的话 就进入到您的反选的权利了 您可以在我们的依然亮灯的投资人当中 选择来提问 12号 12号 陆布庆总裁请回答这个问题 技术背景我们可能没有多少 大概就是说我们有些这个行业性的一些资源 再有在资本市场的一些资源 我的感觉12号并不是因为他钱多 他的资源可能对曾老先生可能更加有帮助 就是他对政府的一些部门 可能那些资源会更加理解 天拿钱把专利和技术整合变得更加完善 然后再拿这个组合去和一个 卖给大公司 或者和大公司合作 或者卖给大公司 那么占大公司的一些股权 那么通过和大公司合作 让他的利益获得充分的发挥 所以我们的发明人曾先生最终您做出的决定是 我选择12号 我们来祝贺中金高技术资产管理线公司 和我们的发明人牵手成功 有请陆布卿总裁 祝贺他们达成投资的合作一项 发明人和投资人在发明梦工厂现场的牵手 后续的交易将会在广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的平台来激情 再次祝贺两位 发明梦工厂今天四位发明人全部都和我们的投资人牵手成功 六千七百六十六万元的总成交额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投资者 谢谢你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 中体娱乐有限公司和广东金融资本交易中心 共同为您送出的大型发明电视真人秀 发明梦工厂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